姜媽媽住這裡是嗎 姜媽媽日安 姜媽媽果然在這裡 各位同學 我跟你們講齁 光是姓姜這件事情啊 就是貴族了你知道吧 光是姓姜這個姓啊就是貴族 惡話不說就是老貴族 姜不是是 姜是姓 姓跟是不一樣 只要看到那個姓啊 有女部旁的或女部邊的啊 多半啊都是姓 以前只有母母族有姓你知道嗎 男生是沒有姓的 為什麼男生沒有姓 除了以前古代社會是母姓社會以外啊 因為啊 我們古代啊 養男寵啊是 上流社會啊都是養男寵 嬰也是姓 像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嘛 秦始皇叫嬰政嘛 秦始皇姓嬰 然後他的事是趙 姓嬰事趙 明正 以前是這樣子啦 我們台灣 我們台語不是有一句話 衛生吃不久 沒輸在吃豆腐有沒有 外生 舅舅照顧外生啊 比照顧自己的兒子還要照顧啊 為什麼會這樣 各位同學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我們閩南語會有這個俗語 這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你們知道嗎 各位同學 你的兒子啊 不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 但是你的子子 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 不是外生是舅舅的原因啊 是因為啊 你自己的兒子啊 你自己的兒子不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的原因是因為啊 你太太會懷孕啊 並不一定是你的小孩嘛 萬一這個小孩不是你的小孩就跟你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了 但是你的外生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的原因是因為啊 你的外生啊 再怎麼樣啊 一定是你姊姊生出來了 你跟你姊姊有血緣關係啊 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你姊姊生下來的小孩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 因為不管你姊姊跟誰生 你跟你姊姊本來就有血緣關係了 所以你姊姊生下來的小孩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 你的小孩就不一定了 萬一你太太是跟別人生的 那就恭喜你中大獎 你在幫人家養小孩 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我說過中國古代社會啊 尤其是上流社會的女性 養面熟啊 養面熟啊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很普遍的行為啦 就是 最早的小白臉的做 的說法就叫面熟啊 以前上中國古代上流社會的富人啊 誰不養一兩個面熟 所以說這個生下來的小孩到底是不是你的小孩 阿齋 阿齋 但是姐姐姐姐姐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他們生下來的小孩一定跟你有血緣關係 所以為什麼外妻能夠專權就是這樣子 所以以前啊 以前都要跟媽媽姓 所以以前只有媽媽有姓 姓這個字就是女生組成的嘛 就是女生組成的 對 母系 母系比父系可靠 所以以前生下來小孩都是跟媽媽姓 喔 姓就是女生就是跟媽媽姓 那是又是怎麼來的 我住什麼地方我就以什麼地方為是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是跟姓不一樣 就像我們現在啊 現在各位同學你看到那個啊 喔 你看到姓金的啊 喔還有姓牛的啊 這個都是貴族 姓金姓牛的都是八旗呀 都是滿族八旗呀 姓張檢就是我們台灣人講的 那個那個男生嫁給女生叫什麼 喔入罪啦 紅椒啦 紅椒的啦 紅椒的啦 不只張檢啊 我們台灣還有泛江啊 姓檢的男生給 給姓張的女生 入姓張女生的罪啦 冠妻姓啦 水 溜椒 水 溜椒 水 水 水 感谢观看